你看我给大家整个正确的示范 我如果在比赛能够用这种感觉 这是我比赛时候的一种状态 身体是绷住的状态 我都是在身体里吃住了出去 吃住了出去 我现在要给你们讲的就是 怎么才能吃得住球呢 就是大家不要去着急出手 明白吧 不要着急出手 我教你们一个小技巧 就是比如说大家原来的击球方式是这样的 就是你整个动作一触球以后 哎 打出去了 哎 打出去了 加磨擦也是 哎 出去了 哎 出去了 你们把这个触球角度 再让侧一点 再往身体上侧一点 然后这样能加大你这个手腕 转动的吃球时间 大家看我从这边击球 我从右右到左的击球 我想我想让他停时间长 你看他是推他停不下来 但是我要让开 我就可以停的时间 就把球你要在手在你手上转着 含着这个球 就这种感觉 你要把球吃得再厚 时间再长一点 你得有角度才行 再往身体的侧面让一点 角度再让过来一点 就这么对着这个球 你去拉 你手腕转动 吃的这个时间又更长 大家记住找一种什么感觉 手腕啊 别直接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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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动 抓着球往哪动啊 你感觉你手腕在往外面转 转外一圈 你转外一圈 他能回来吗 你看他还是会回来 但是你的吃球时间更长了 大家看一下 往外面转 转出去 你看 腰 腰顶着 腰变着顶着这个球 手腕往外转 弧线长了 吃球时间长了 如果你直接转呢 直接向前转 看 球直接就走了 而且你往那个 往你的侧前方去那个方向去转 他球并不会拉到那边 找一动往外转的感觉 转往外转手腕 别直接往左边去转 这个是一个小技巧 然后再有第一个讲的一个 把位置再让侧过来一点 再让侧过来一点 讲的太棒了 理解了 是吧 理解就去多练就行 好不好 然后大家看啊 我刚才给大家讲的这个吃球的这个感觉 还有一点 大家一定要听好 你不管是你怎么转 你往外转 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你转完 你这个手上感觉吃完球 板头要比球先出 然后用身体整个动作 把球送过去的 并不是用手收过去 这一点是第三点 记住了 就是你感觉这个球啊 吃到球以后 你感觉你的手上往外转吧 你手正在转 球在原地待着 转转转 转完了 即将完了 用身体整个的收尾动作 把球送过去 并不是用这一下把球 击球 击完球过去了 然后你去把球动作做出去了 不是轮圆了 你板头要是比摩擦的时候 板头比球先出来 并且走外圈的话 一弧现场 二持的时间就长 然后给大家冲击 是吧 对 你看一下 什么叫做真正的质量 你看第一种是错误的 一下出球 你看这个没有持球时间 没有持球时间 而且是一下出球 你感觉持球时间非常短 但是你看我们正常的拉球呢 你会觉得什么 声音透板 第二 动作比较圆润 我会觉得有点吓人 感觉又有点像 恶狼不实 对不对 你看明显就不一样 你说这个两个球 它整个质量能一样吗 没法一样 对吧 你是不是感觉第二种 我的正确拉的方式 会显得动作更加圆润呢 因为什么吃的整个是这个弧线 然后是身体最后是 撑住的这种感觉 并不是靠动作打球 靠动作打球就没有质量 知道原理以后慢慢的去练 对 我再给你们拉几个 我按正确的方式给你们拉 带着我刚才跟大家讲的 这个原理和技巧 怎样才能吃住球 球友们学会了吧 点赞收藏 练起来吧 我就 Sergei 好 翻来 赞收藏